所以我想如果现在才想考虑这么长线 一样唯一是做分住买的 因为很难说 譬如这一刻你爆咀升完看法是好 颜色又高 业务又稳固 但是你会不会现在卖完下去 觉得它还有很大升的空间 可能回落才不出奇 所以唯一真的要分住买 这个会比较好一些 是 即是有些矛盾 因为上了稳固的那些 反而在这一轮上升得比较多 所以不是跌到残 是 因为始终资金一早都知道 讲一句 资金都是找出路的 或者找资金拍的 所以整个港股年初资金是这样的 或者很多科技股都这样的 高股值股是这样的 那些钱除非你不玩的 如果你要在股市里面生存的 一定是拍到这些股份里面 所以一直以来都已经做完这个动作 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 是尴尬的 即是你所谓的 好像稳固好的股 其实股价就绝对不低 这个唯一真的要慢慢分 所以在新阶段买回才会比较好一点 是